曾孕鵬立委沒選上的那一年 去大陸做生意 然後他的國籍登記中國台灣 那抱歉中國台灣就是民進黨的天條 那請問那為什麼提名一個 觸犯民進黨天條的人 來去選桃園市長 現在毛家慶有爆料曾孕鵬 之前用假外資的身分 去中國大陸申請專利 那之前他的這個歐葉系媒體解放之後 也被爆料說只是換了一個代理人 公司還在 然後甚至他還有一個表格是這種解放軍的背景 其實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直是處在一個雙標跟回力標循環 那你看到曾孕鵬所牽涉到的爭議 本身有的地方我覺得有待進一步檢驗 坦白講有的地方我也不認為是什麼問題 比方說像顧立雄的律師事務所 在他當進到公主之前 也跟中國大陸也有一些生意的往來 這原來只是兩岸交流的一些事情 那在民進黨把它打成親中白臺之後 你就會發現曾孕鵬立委沒選上那一年去大陸做生意 然後他的國籍登記中國台灣 那抱歉中國台灣就是民進黨的天條 對不對 那請問那為什麼提名一個 出發民進黨天條的人來去選桃園市長 所以所有問題的跟結 還是在回力標跟雙標的問題 那我也覺得台灣民眾也已經看穿跟看破 這樣的雙標跟回力標 所以華家慶今天提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希望我們的政府 國安單位甚至檢調單位都能夠去詳查 但是雙標的部分我覺得選民心中已經有判斷了